马来西亚的志工也为华人照顾户包粽子 而且特别的是为了健康的理由 他们用的不是糯米饭 是慈祭的香鸡饭 端午节马来西亚新山飘粽香 金斯堂和福林园社区分别聚集了志工 要包粽子送给照顾户 希望我们包好了之后 拿去给我们的感人妇 吃得很健康又开心 顾虑到照顾户的健康 今年的三千多颗素粽 志工全用竞丝食品来制作 对感人妇来讲 竞丝产品是很健康 那他们吃如果是糯米很难消化 又香鸡饭又简单又健康又好吃 做起来也不会像糯米这样复杂的步骤 最主要我们就是把爱送到感恩妇的家 看到这样多人 本工合作做到很欢喜 别出心裁的香鸡饭 烹煮过程节省能源和时间 更可以提前让照顾户品尝 很特别啦 吃了比较健康 跟一般吃的有糯米的 就是不会这样清爽 味道很好啊 可以啦 好过外面的啦 外面的很多油 然后打开来 端午过后就是双清洁 幼儿园老师透过包纵体验 让孩子 表达对父母亲的爱 这个爱心中呢 我们会有放一个小小祝福卡 除了了解传统习俗 也可以行孝 传统节日结合孝亲 有创意也有爱的时间 大海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导